大家好啊 我是乐郎星 其实我现在 住的那个出租屋附近呢 是 涌进的一个郊区 然后那个郊区附近呢 就是涌进的一个 景区了 这边靠近黄 河 所以周边的环境还是挺漂亮的 今天 就进景区看一下 那么带路 前面就是景区了 就是 那个 黄河边的一个风景 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位于甘肃省牛家峡水库的太极湖 太极湖是黄河其中的一段流域 之所以叫太极湖 是因为这里是黄河唯一一段自东向西流的流域 整个流域弯曲的形状看上去就像一幅太极的图样一样 所以就命名为太极湖了 沿着湖边有整洁的步道 这里会有很多游客带上家人一起来到湖边 骑着珠来的单车 沿着湖边兜风 因为这边商业化不是很浓 所以景区里面会显得很清净 旁边会摆放着一些飞翅的木船 我喜欢跟浪浪坐在床上 幻想着自己也是坐在床上 逍遥自在的漂浮 年岸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小木屋 那挂在树上的鞦韆 成为了我回归同心的玩具 每当一下都会发出 鸡呀鸡呀的声音 老大不小了一样当着鞦韆 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放下大人身份的感觉 偶尔做一些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 反而让自己感觉更加的轻松和愉快 我沿着步道慢慢悠悠地继续往前走 草地上铺满了孤黄的落叶 每踩一脚都会发出呲哑呲哑的声音 这清脆的声音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沿着路面 透过树枝抬头望着蓝蓝的天空 真的是又干净又纯粹的蓝天 在树林里随意地剪一根木块 跟蓝蓝玩耍 在芦苇虫中发现一条小路 路的方向延伸到湖边 我想在这条路的尽头 肯定是通往更加美丽的风景 穿过芦苇虫终于跟蓝蓝来到太极湖的旁边 我静静地看着湖面 湖面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岸边的树木和远处的高山 都一同倒映在湖面上 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我静静地看着湖面 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的画面 而我 就站在这美丽的画卷当中 我和蓝蓝自由自在地躺在这金黄的草地上 感受着宁静的湖水 干净藏蓝的天空 还有抚摸蓝蓝身体时 那传递过来的生命和太阳的温度 是如此的温柔和温暖 离开宁静的太极湖 走在树林中架起的木桥 一直往前走 就会来到一大片的芦苇虫 木栏之下 放眼望去是一大片芦苇的海洋 听说这里夏天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但现在孤黄的芦苇虫 更给眼前的风景 填加上更加旷野空灵的感觉 走了一整天身体也有点疲惫 坐在树林底下 跟浪浪晒着太阳 这温暖的阳光 周围散发着植物的味道 这宁静和平和的感觉 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礼物了 我叫乐朗星 一个四处流浪 收集美好风景的流浪者